是第8、第9 第10次 然后上个礼拜的重点着重在就是说 如何把那个网路上抓取到的这个资料 因为现在慢慢趋势 大部分的资料都放在网路、云端 然后放在资料库等等的地方 抓取到之后你做一些统计分析 分析完之后的话 当然我们有必要就把它做成图表 那图表当然最直觉的 比如说像最简单像什么直条图 或者像是趋势的折线图 或者像上个礼拜有讲到那个圆形图等等的 那当然就可以比较能够一目了然的 让人家一看就知道说这个数据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把那个数据图像化 这个部分其实也相当的重要 那现在这种趋势也还蛮多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大部分如果给你看资料的话 你可能看半天还不知道重点在哪里 但是如果你看图像的话 其实就很快可以知道 哪些地方到底资料多还是资料少 或者是说哪个资料的比例多少 像圆形图一看就知道哪个比较大 比较大分的比较多 当然相对的那个地方占比就比较大 可是如果你用数字来看 有时候你还要思考一下这个数字到底多大 OK所以其实有时候图像化真的还蛮重要的 因为蛮直觉的啦 另外像那个最近股市屡屡创新高 那你会有那个所谓的股市图 或者是趋势折线图 那其实一目了然嘛 你看那个折线图一画出来 马上就知道说 从8000点 一路就冲到14000点 那如果说你假设用数字来看的话 你还要在想说 这个点数到底代表背后什么意思 那也就变成你的大脑里面 还要在大脑里面画个图 那这样相对的话 还不如说你先帮它画好 所以现在呢 慢慢有一个很大的需求 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快速的把一些数字图像化这个需求 所以这个单元呢 主要是因为因应那个趋势 等于是大家对这方面的需求其实还蛮大的 那第一个啦 当然我们要怎么去绘制适当的图也蛮重要的 所以可能你们还需要 就是可能第一个还是需要 会利用那个 那个Excel里面的画图表功能 当然你想说其他工具呢 也有画这个图表的功能 比如说像那个 之前蛮夯的 像那个一个语言叫R啦 R的话其实画那个图真的是蛮漂亮的 可是问题 麻烦的地方就是所有东西都要用程式 要写程式才能帮你画图 OK那Python是不是也是一样 一样的问题 类似像这种语言 它的缺点就是你一定要会写程式啦 也就是会写程式之后你才有办法把图给产生 那所以如果你假设对最不在行的人的话 哇他真的是一个头痛 为什么第一个你连画图的基本概念都不太熟的话 那更何况用程式来做 所以我觉得啦如果你要渐进的了解 如何绘制图表 绘制图像的话 我建议啦你可以从那个Excel 左手会是比较没那么困难 为什么因为Excel里面它本身就有插入图表的功能 那其实你把这个概念学习熟练之后的话 再转移到其他语言你会觉得蛮直觉的 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图表的概念都一模一样 只是说它必须假设你要用程式来表达的话 你必须要知道对应的那个程式要怎么写 那为什么从那个Excel左手比较容易写 我发现第一个Excel本身是可以用那个插入图表 那第二个Excel里面有一个跟其他语言比较不一样 比较贴心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录制聚集 也就是说有些功能假如说你不会 你不知道说怎么样产生这个图表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利用那个这个插入图表 它可以把那个过程的聚集把它录制下来 那你录制下来之后的话 你再去做一点点简单修改 或者是说你完全对这个程式不会写的话 没关系你就录制吧 然后它至少会告诉你说哪一些属性 该怎么去使用它 所以我觉得至少就是在Excel里面要绘制图表 把它变成程式化这件事情的话 相对于其他的工具来说会比较简单 不然的话如果你今天用那个 像现在比较夯是用Python 用Python来做的话 绘制图表对一般来说已经算是 比较进阶的设计了 所以像我后面其实也有举几个 因为我之前也教那个Python的那个 证照考试的那个题目里面 也是会考到有关的绘制图表 那我发现它绘制图表 基本上用Python来做 其实已经算有点复杂 所以我假设同样的事情 用Excel VBA来做的话 会不会稍微简单一点点 我发现好像似乎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复杂 为什么 因为相对的比较直觉 而且直接可以在Excel VBA里面 就可以操作 所以我在想说有的时候 你如果要绘制那个大量图表的部分 假设你身边已经有Excel VBA这个工具的话 那倒不如你干脆直接在Excel VBA上面 绘制你需要的图表就好了 比较直觉啦 OK 除非说有特殊需求 你再去用一些工具 我觉得这样的使用方式会 比较没什么问题啦 OK 那所以上个礼拜 大家简单有讲几个部分 当然第一个会是图表 第二个会是直条竹跟圆形图 那未来如果说外汇资料的话 像我们之前抓取外汇的历史资料的话 其实你可以绘制成折线图 而且是有Mark有点的 有节点的 那当然如果你要把这个图表 制作图表部分把它变成程式 变成VBA的程式的话 那当然在Excel里面我一直强调 你可以利用录制聚集可以产生 OK 它会自动给你那个程式嘛 只是说各位可能还是要注意有一点啦 因为上个礼拜我可能没有特别强调 没有特别说明就是 你录制聚集的话会有一个问题喔 可能跟你的那个 Excel的版本也会有点关系 因为如果你像我们现在用的是Excel 2016的 那如果你录制下来的东西喔 它录制下来的程式喔 后来发现喔 如果拿到那个像比较旧的版本 Excel 2007 或者更早之前的Excel里面 在上面跑 居然它没办法执行 它跟你讲说找不到那个物件 所以喔 如果考虑到那个相容性的话喔 我后面会提供给各位一个另外的写法 就是说喔 还可以考虑到 除了可以产生程式之外喔 还可以考虑到就是它的那个相容性 也就是说不管是旧版跟新版 都可以执行的话 那相对的喔 你把那个某个程式给别人用的时候 也就比较不用担心说 它到时候没办法执行的问题 因为你总不可能要求说 你一定要用那个最新的版本 对 如果你不是用最新版本 那没办法 那当然就会有困到 因为不是说每个人 这个Excel的版本 都一定用到最新的啦 现在应该还是有很多人 其实还在用一些 比较旧的版本嘛 比如说 Excel 2003 应该比较没有人用啦 不过我看还是有些公司的电脑 还是用Excel 2003 不过2007、2010都还是有人用啦 你不能说你用旧版没办法 你一定要升级 对 除非说一些那个软体公司吧 他一定要强制你一直升级啊 否则他就不让你更新了 像微软的 现在一直要让你升级 对 他一直跟你讲 我现在不支援Windows Windows XP不用讲了 Windows 7也不用讲了 Windows 8慢慢也他也不支援了 你现在直接就一定要支援Windows 就一定要叫你去灌新的版本 但问题还是很多 很多公司还是在用旧版啦 像我那天看一个新闻说 那个 美国那个投票系统 他投票系统他是 也用那个电脑投票嘛 电脑去验票啦 然后 然后 后来 有找了那个治安的专家 然后呢 点出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那个 背后那个 投票那个系统 他安装的作业系统 居然是安装在 骇客最喜欢的一个环境 就是Windows XP 有沒有 Windows XP 现在应该没人家用了吧 因为那个 微软早就已经 不支援 不更新了 对不对 所以那个骇客 当然很喜欢这东西 因为这背后很多的漏洞嘛 所以 当然他们就要讨论啦 这到底背后啊 就公平性问题嘛 因为你如果有治安问题的话 那很快就被害入了 那很快就 是不是很快就被 是不是有可能 很快就被灌票 这个问题发生啦 所以 当然呢 在使用这个软体上面 还要考虑它的相容性问题啦 这也是要全面性的 如果说你写了一个东西 你只能单单用在 某一个环境下面的话 那当然呢 就会有一些问题啦 所以 我们在使用软体上面 可能还是要考虑这些问题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个上个星期部分 所以啊 上个星期部分的话 一样我是把它放在 第四个单元 然后 我们主要是 延伸这个 从外汇资料 延伸把它绘制成 制作图表的这个需求 所以啊 在那个 第四个单元 里面的第二页 那我们大概画出了 两个图啦 一个图是 像这个 各分店的 比如说 各分店的数字 跟各分店 给把它左右放 也就是我今天 左边 是一个直条图 右边的话呢 是一个圆形图 而且圆形图要是 列开来的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以往当然 你可以用图法链钢 手动方来做 可是如果说将来 你有很多报表 你要一下子很快的 通通把 这个图给产生的话 那以前的话 变成说你要不断 不断的一直在 图法链钢 但是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快速的完成 所以啊 上个星期的东西 那第一个啦 你可以先拿我 云端上面的这个资料 我就把这 我是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B2这个储存格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范围C 把这个资料C 也许请可以先把那个 上个礼拜的重点回顾一下 待会我们就是再 再讲一些其他的 那个图形 那今天也许啊 比较重点就是说呢 我把它放在那个 产生这个 这个 这个 如何产生图表的部分 自动化的这个需求 另外我刚好想到就是在Python 以前在上那个TQC Plus Python证照的时候 因为它的题目就要长这样 可是我想说如果 这个是比较进阶的证照 像那个TQC Plus的证照 它总共目前有四张证照 你可以到TQC Plus P Plus 它的官网里面的话 这边就会有 总共有四张证照 所以如果 假设说你将来的 你工作里面会需要这些证照 我是建议你有 有必要去把它取得啦 因为如果你有一张证 至少你在这方面 这个资格上面我觉得 这个资格上面 我觉得是会比较符合 而且在专业度上面 人家也会相对的 会比较 就是 这个认可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目前它总共有四张 那当然你会发现 最简单的 这个基础程式语言 再到再上进阶的 这个我们之前有开过课 然后另外的话还有这一张 网页资料截取分析 然后再来 它最近又推了一个叫AI的 机器学习的 所以它的阶段是这样 这个是1 这是2 然后这是3 最后的话有个AI的部分 OK 那其中的话呢 那在那个网页资料截取分析 Python这个地方 它其实在第四类 第四类它总共有四类 第四类里面呢 就是要 我们去把那个 资料 图像化 就是把它画成那个图表 OK 那其中的话呢 有几题 总共它有五题 其中大概 这五题 其实你 我后来发现呢 其实跟我们现在做的 还蛮像的 所以我干脆就把它拿来 当成是 一个范例 比如说它第一 401题就是 要我们画这样 折线图 那资料在这里 那如果说我今天不用Python 来做 我用Excel来做的话 诶 其实我后来发现 也没什么问题 跑出来的话 马上也可以 直接就可以做出折线图了 那第二题的话 它也是画这个折线图 它要求就是说 会是这个图 然后它给你一些数据 然后它给你一些数据 下面水平的是日期 垂直的部分 Y的部分 是这个多少钱 哪一天多少钱 这是香蕉嘛 把它拿 所以如果今天 同样这张图 假如要换到 Excel里面来画 对不对 其实也可以啊 我发现还蛮容易的 所以以后 假设你要做同样的事情 不见得一定只能够用其中一种工具 OK 我觉得好像Excel 几乎理论上 你看得到的都做得出来 OK 所以也许待会我们就把 刚刚上个礼拜做的事情 大概重点再回顾一下 OK 比如包含 像这个图表 第一个 这个比较简单 哪一个分店 销售量多少 OK 那我们上礼拜第一个是先做直条图 直条图 那当然啦 你如果不会的时候 你一定是用什么 选取插入图 然后再去做调整 可是问题如果你要用程式来完成的 因为如果假设你那个 资料量非常庞大的时候 你每次都要再来一次的话 那当然就很花时间 可是如果说你有大量的资料 你希望大量的图表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以直接的 应用程式的方式来完成 那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着 把上个礼拜的东西先稍微了解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该怎么做